大家好,我是南宁座二手车的钢仔 今天呢,又给大家介绍一台TPA 四个捲啊,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 这台呢,我们是刚从上海那边拿的一手车 2010年上牌的奥提A4L 自动2.0T的舒适版 而且是一个白外黑内 这一管车白外黑内是最脏销的了 车呢,一些喷漆还有一些小呱扎就是有 但是没有什么大事故哦 主要是内饰,等一下给你们看到内饰的话 看你们会不会流个水 来,我们先大家看一下内饰方面 进到内饰,大家也看一下这个皮哦 这个皮质是原厂的皮 2010年你敢相信这种磨损吗 几乎找不出什么多大的磨损 非常的新 主要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仪表 还有中共磨损度 几乎很低很低 走了十万多公里全程摄电保养到 我记得是今年到今年的几月份我就忘记了 全程保养摄电 内饰方面没有什么好看了 真的就很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尾灯都是很新的 我们再看一下尾箱 我们再看一下尾箱 整个车的这种无线是非常的好的 再看一下这个配胎 这个原厂的配胎都还没有使用过 本来说打算拿回来自己开的代步使用的 但是后面呢 又遇到了一台更合适我的 所以说鞋店又把它拿来卖掉了 这车呢 回来的时候我刚做完全部全车的 油水全部刚换 然后摆壁 球头这些底盘件全部刚刚弄好 保险呢 也刚买了一整年的保险 就是江洋鞋而已哦 所以说这个 这个车基本你回去就零投资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大家有喜欢奥迪A4的话 欢迎大家评论关注我